好乾啊 我很想射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MIRROR 為了讓喜歡旅遊、喜歡韓國的小蜜蜂們 可以有一個更加即時交流機會 我開了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叫做MIRROR與蜜蜂兵團一起玩韓國 大家可以在社團裡分享你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你們推薦的景點或者你們覺得好吃的食物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我本人也會在社團裡跟大家交流 更加有不定期的社團限定小福利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快點過來我社團玩吧 大家好 我是MIRROR 又是這個美妝Buy&Buy的時間 今天要用的牌子就是這個韓國牌 CODE 話說這個牌子我大概在今年年初認識 話說我當初打算找Primer 然後我在Olive Young看到這支 那些東西一直都寫著是the best 但當初我就不太知道這個品牌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理它 但由年後到現在 剛才我上網搜尋一些韓國化妝品牌子的牌子的時候 這個Primer 整天都是很頂級的位置 所以今天我就來試試這個Primer 我不會用了 那順便我就想著 今天一系列的化妝品都是用這個CODE 那這支影片就不是任何的業配的 純粹個人分享 我自己花了十幾萬萬元買的化妝品 那就看看它好不好用 它的Primer是有四款的 通常我自己會選Hydra 就是比較保水系列 但是四款裡面它是人氣最高的 所以我覺得既然要試了 那我就試過最好賣的 所以我就選了綠色這個 這支出來是乳白色的 我覺得它用起來 它是一個好像塗Lotion的感覺 平時塗毛孔Primer的時候 毛孔好像被填平了那個感覺 其實這個是會有那個感覺 我個人喜歡Primer 是保水的效果比較重 你塗上臉後有一點粉粉的 所以這個Primer我不是特別覺得它非常之好 它每一個顏色都有不同功效的 所以我建議如果是喜歡比較保濕的朋友的話 可以選藍色那款 然後呢 眼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少用Eye Primer 但我看到他們也有出Eye Primer 所以我就買回來了 我以為它是透明的 但其實它是有顏色的 就塗在眼蓋的這個位置 眼蓋是出油的朋友 其實真的很需要Eye Primer去幫助你控油的 我就是看情況的 我眼蓋不算是經常出油 但是 有用也是好過沒有用的 那粉底的部分我就選了Foundation 那我記得它好像有Cushion的 它只有兩個色號質 那我用的這個是22.5號Ginger 那這個已經比較深一點 這個有35度防曬PA++ 要留意它是Semi Matte 所以某程度上我看到它寫著是Made的時候 我都有預算它的粉底是 可能會比較偏乾一點 那現在我橙臉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有點乾了 它這個粉底的感覺不像平常用的那些粉底 因為譬如我之前用Made的時候 Made的那種粉底都是霧面的 但是沒有這個那麼乾的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種 不跟著 不知道鏡頭看不出來 但是 其實現在是整個很粉感 我覺得現在是 粉的程度好像塗完乾粉一樣 會令我有點擔心 我整天之後 我臉會不會有一點裂開的感覺 嘩!很乾啊! 看到沒有? 噢! 它是沒有光影和陰影 所以就skip了 然後呢 它也是沒有眉粉那些 所以我就直接上這個眉膠 眉膠有兩個還是三個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啡 有一點跟我的啡 有點不同 不過我也照用 其實平時我畫眉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眉粉或者眉筆 然後再上眉膠 但是 不能先做那個動作 所以 眉應該畫得不太漂亮 反正我有流海 可以遮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用慣了Dude House的眉膠 所以 我是習慣了眉膠的頭 這個我覺得有點 可能因為我不熟悉 所以 我覺得畫得不太皺 然後就到這個眼影的部分 眼影呢 它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偏黃的 一個是偏紅的 那我就選擇了一個偏黃的 非常之大地色 我平時其實就是 甚少用這個顏色 因為我很喜歡那些誇張的顏色 這個顏色到我來說是有難度的 儘量試一下 顏色上都OK 真的 都看到有些顏色 跟我左邊有沒有分別 好 然後就 眉眼線 都要 畫少少的陰影 只可以說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自然的 但是 眼妝 我覺得跟我左邊沒有什麼分別 嗯 它們有出眼線液 它好像都有兩個顏色 一個啡 一個黑 那我就選了啡色 它是這樣 插一些眼線液出來 通常眼線不外 我會選黑色 但是 通常是沒有貨 我才會選啡色 是這樣 巧克力啡色 我覺得用啡色眼線的話 整個眼妝出來 是會非常之自然的 我覺得這個眼線液 不會這麼好用 因為它那些 要經常這樣搓 滑的時候是順滑的 但是 會經常斷了那些顏色 對 那這個呢 就是它們的遮瑕膏 粉已經把我臉上很乾 所以我現在不太想上遮瑕膏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些設計的遮瑕膏 我總是覺得 不知道它很容易就會弄得 整個嘴都很骯髒 但是我覺得這樣看呢 粉底的遮瑕膏 也是OK的 我想說 好乾 我上射了 非常顯眼紋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就是 睫毛液 因為它這個位置都做得很窄 所以你塗睫毛的時候 就算是伸手的話 你都會覺得很容易控制 是完全沒什麼難度 而且它都塗得很根根分明 我挺欣賞它們這個眼睫毛液 暫時我覺得 睫毛液是最高分 Code的底妝方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霧面 它的眼影都是霧面 所以它們都有出一些 比較bling bling的產品 就是這些閃粉筆 它們有五種顏色 我這三支是細緻 它是一個package 24000 它是9900W 一支大的 但因為我覺得一支大的 可能都會很久使用 所以我就寧願買三支回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用一些bling bling的產品 所以我現在就會把這個閃粉 放在我眼頭這個位置 這個是1號 它們的1號色 應該是它們的黃牌 它們寫著也是best 這樣 有沒有立刻覺得不同了 和左眼 你會覺得整個多了很多生氣 所以 適當地用一些閃粉 是很有這個必要性的 好了這樣 眼妝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因為它們是沒有出胭脂的 所以胭脂我就會skip了它 然後現在就是嘴嘴的部分 它們都有出不同系列的唇膏 我試了這麼多隻 那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是Air Blur Tint 選這支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Olive Yarn試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最舒服的 因為我覺得整個妝很淡 所以我覺得整個妝很需要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我就放在嘴上 是不是立刻拆很遠 這個lip tint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當初在Olive Yarn試它 我試了上手 我手的顏色是抹不掉的 所以對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強勁 但我覺得這個Tint 也有點黏牙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說了說話 然後它又黏在我的門牙上 所以可能大家如果要防止這個問題的話 就可以這樣把紙巾這樣 輕輕抹一抹 就可以把多餘的Tint抹出來 現在整個妝就完成了 今天整天就跟大家測試一下這個妝可以貼多久 現在是10點 化妝是一個小時的狀態 還是跟剛剛化妝的時候沒有分別的 是完全沒有出過油 現在我就要上一條香絲課程 三個小時都會在室內 上完課之後再給大家看看妝是如何 現在是1點半 妝的狀態還是非常之不錯 該有的東西完全還在 那現在要去吃東西看看嘴 會不會溶了 很誇張 唇妝是完全 又不是完全的呢 凹了大概5% 但我覺得它有點變了顏色 因為一開始塗是比較鮮紅 但是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然後它編比較矜 過來做製作 水蒸氣的臉一定會出油 好了現在是4點17分 因為剛才呢 狂給水蒸氣這樣整臉 所以明顯地呢 妝是有一點點融融的 但是外面油的情況又不好 非常之嚴重 而且你現在看到 真的不太亮 但我反而覺得黑眼圈的部分 是有點嚴重 因為我是有茶 但是現在是很黑 而且我覺得這個粉底是偏乾的 因為其實由我塗粉底那一刻 我已經覺得有點乾了 但我猜可能隨著時間過去 可能因為會出臉有關 所以會令到那個乾的感覺 沒有那麼嚴重 但其實現在也是有跌的 現在是過了超過6個小時 但是嘴巴的情況是非常好 首先呢 又有吃過東西啦 又有喝東西啦 因為沒有補過妝的情況之下 它的顯色度也算是不錯的 回到期了 然後剛剛發現原來韓國出了 熟米批啊 好喜歡的熟米批啊 那我是好喜歡吃熟米的 但是韓國的熟米製品呢 真的少之有少 甚至乎韓國的熟米濃湯呢 我不是說麥當勞 我不是說罐裝那些 不是說 對我來說非常好喝 所以剛才我看到 說出這個熟米批的時候 我真的極度感動 但很可惜它也是限量版 為什麼蘋果批會是一直都有 而不是其他批 嗯 嗯 好了 剛才的唇我補過一次 那現在呢 我就準備吃夜晚飯了 經過食物油份的洗禮之後呢 看看究竟 紅色的重是不是 現在是 10點 38分啦 由我剛才上妝 到 13個小時之後的這一刻呢 我都是覺得 臉是一直有一個 繃緊的感覺的 乾的同時呢 大家其實看到我 是臉沒有什麼出油的 其實剛才我不覺得 我是睡著了 在沙發上 即常你睡覺 可能是 睡... 大概兩個小時 你臉就開始會 出一陣油 但是剛才就完全沒有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用這個粉底的時候 你的Base要用一些保濕的Base 再在化妝之前 應該是做一些急救的 保濕動作 才可以用到 否則就 真的有一點點 不是這樣推薦了 眼妝方面呢 基本上 都是沒有浮過粉 那樣子 所以其實我是挺驚喜的 而且閃粉呢 都算挺持久 因為 我這樣 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看看嘴巴 剛才我再吃了我的晚餐 還是有這麼多 它真的很持久 但我覺得它也有一個不好 就是它其實也挺難射 所以這些難射的唇妝的時候 真的要給一點點耐性 我覺得還有一樣 不是太推薦的 就是遮瑕膏 我塗在黑眼圈的位置 但是現在很明顯看上去是有黑眼圈的 我覺得它折毛液的表現力是不錯的 基本上 這隻眼是沒有任何融的效果 然後我折毛液也算是容易射 我這樣折了一下 基本上 七八成都 掉了七七八八 好了 今天這個美妝 擺不擺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來到韓國就可以選擇 適合自己的產品了 如果我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可以幫你解釋我 記得追蹤我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留言 記得按下訂閱和按鈕 就忘記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請就記不記得了 你先做甚麼 我去帖子 我去帖子 留筷子 沒有去想看 我收藏